我很高兴在北京再次见到总理先生 欢迎你和你们的各位部长来访 2018年在巴比亚新几内亚 2019年在北京 我同总理先生见过面 欢迎你时隔五年再次对中国进入 正式访问 瓦努阿图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 好伙伴 全天候全方位友好合作 是中瓦关系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底色 中方高度重视中瓦关系 愿同瓦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瓦两国继续在深化 高水平政治户信上走在前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务实合作上走在前 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上走在前 携手构建新世代中瓦命运共同体 它们有集团的民众和民众的国家